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是怕你大手大脚 帮你俩攒着 到时候肯定拿出来给你们用的呀 再说了 怎么叫什么都不剩了 你们家不还剩下两千块钱吗 话音落地 一个酒店服务生就小跑到了身边 新娘在这里干什么呀 马上就要入场了 再不过去就来不及了 我一看时间 距离入场还有一分钟 妈有什么话等仪式结束之后再说 我得准备入场了 还没等抬脚 手腕又被大力拉住 不行 婆婆拿出从菜市场砍价时的表情 兼声道 今天你必须得答应妈 要不然妈就不让你走了 一看这架势 我脑门上顿时急出了一层汗 再这么掰扯下去 势必要闹出乱子 到时候坏了婚礼流程不说 我爸妈肯定也得跟着着急上火 服务生表情难言 一脸急切地看着我 我咬了咬牙 行 仪式结束之后 我就把钱转给您 婆婆一下子就乐了 赶紧用手推我的腰 早这样就对了 妈又不会害你们 都是为了你们好 快进去吧 紧赶慢赶 我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入了场 仪式的流程进行得很顺利 现场气氛被司仪烘托到了顶点 现在 有请我们的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在众多亲戚朋友的欢呼中 伴郎伴娘拿着两个戒指盒上来了 就在我已经将左手抬起的时候 孙剑却迟迟没有任何动作 我察觉到他的不对劲 皱着眉头问 阿剑你发什么呆呢 孙剑拉上我的手 嘴唇孽如 你想说什么呀 台底下这么多人都在看着呢 我本身就是个暴脾气 这下更是急得我出汗 轻仪 我有个表弟你知道吧 孙剑凑近我低声说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 说起他表弟 你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轻仪 我表弟跟他女朋友明年就要结婚了 但是你也知道 他们家的条件不太好 婚房到现在都没有确定下来 所以孙剑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妈想让咱们给他过户一套房子 你说什么 我不禁拔高了声音 孙剑他表弟结不结婚 跟他们家有什么关系 什么叫给他过户一套房子 我下意识看向台下 爸妈满脸关切地看着我 用口型问我出什么事了 而婆婆则摆出了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像是胜券在我一般 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我说孙剑和婆婆 怎么在婚礼的问题上 这么顺着我呢 原来俩人是在这儿等我了 先是在入场之前拖住我 趁我着急的时候要回彩礼 现在一事都到交换戒指这步了 再提出让我给他们家亲戚出一套房子 孙剑还在我耳边喋喋不休 轻衣啊 反正咱家是干房地产的 咱又不缺这一套 你看我和我妈都答应表弟了 不尽快落实下来 多没面子啊 够了 我直接打断她的话 盯着她问 你跟你妈一个想法对吧 孙剑摸了下鼻子 答非所问 主要我妈说 你必须出 要不然她就不让咱俩结婚了 台下的人早就已经遮着嘴巴 议论纷纷 我跟孙剑是在大学时期认识的 同级不同系 我家做房地产是是首付 他们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身边的人都说 不管是论家庭条件还是论样貌 我都比她好了几百倍 我其实自己也明白 但不管怎么说 孙剑对我很好 几乎是百依百顺 体贴入微 从确定要结婚开始 我们家顾及到她的经济实力 房不用她出 三金我自己带 甚至彩礼都跟没要他们的一样 用我爸妈的话说 现在对他们家好一点以后 他们家就不会为难我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但没想到 等待我的竟然是这种 毫无底线的变本加厉 孙剑说着 又想来牵我的手 我直接避开她 抬手就扇了她一个耳光 啪的一声 她被我打懵了 抬下一片惊呼 谁跟你咱俩了 我直接将头纱扯下来 往她的脸上一扔 我发现你还真有意思 我嫁给你 还得给你表弟出套房子 我一次又一次地顾忌你 迁就你 你就这么报答我 你跟你妈答应下来的烂摊子 凭什么让我买单 当我欠你的吗 孙剑她妈不知道什么时候 蹦到了台上 将孙剑护在身后 指着我的鼻子质问 李清怡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 眼看我爸妈也要冲上来 我连忙冲他们白手 盯着她的脸一字一顿 我说 这破婚 谁爱结谁结 老娘不伺候了 他们不就是想做吗 好啊 那我就成全他们 我被气得浑身发抖 但大脑却无比清醒 趁着现场还没有那么乱 我拉着爸妈 头也不回地出了宴会厅 直到坐上车 我才控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我原本以为 跟孙剑结了婚之后 我们俩会把小日子过得很好 我自己创业 她也通过我的介绍 进了新一个公司任职 但我怎么都没想到 孙剑和他妈 竟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 不想出房 不想出车 不想出彩礼 我都忍了 但今天 他们竟然想趁着婚礼的时候 再白嫖一套房 只为了他们那狗屁不如的面子 我爸向来沉着冷静的一个人 都被气得骂了脏话 他妈的 这一家人还真把自己 当成香菠菠了 混蛋不如的东西 我妈也是不停地安慰我 不接了好 不接了好 我们家轻易不能受这个委屈 爸妈带你回家 回家路上 我的手机一直都在嗡嗡嗡地震动 孙剑和他妈跟风了一样 给我打电话 发消息 我显恶心 直接关了机 晚上 刚消停 不过一会儿的孙剑又发来了消息 我大体翻了一下之前的消息 从一开始的明知故问 到虚伪道歉 见我不理他 便开始破口大骂 字字都不堪入目 哼 原来这才是他的真实面目 变脸大师无疑了 紧接着 孙剑又打来了电话 他应该是没想到我会接 先是一愣 然后直接出声质问 李轻仪 你想干什么 我不就是给你戴戒指的时候 多说了两句话吗 从小到大 我妈都没打过我 你凭什么打我 还有 你知不知道你走了之后 老子有多么丢人 搞得我跟我妈一点面子都没了 极度愤怒过后的心情平静如水 我什么话都没说 安安静静地听着 他在电话那边发电 过了一会儿 孙剑的态度突然软了下来 小姨 我知道你是怪我没提前跟你商量 但这毕竟事发突然 我表弟从小跟我玩到大 现在他有困难我也不能坐视不管啊 咱们现在可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呀 咱俩好好说 给他过户一套小房子也行 我被他气笑了 到现在都还惦记着房子呢 还没来得及说话 我就隐隐约约的 我听见孙剑他妈的声音在旁边 小剑你别光跟他说房子啊 咱们今天下午 结给酒店的尾款 也得让他出了呀 哦对 当时订下那个宴会厅的时候 我只付了八万 还有八千的尾款没给 我冷笑 说 好啊 让我把尾款钱给你们也行 前提是 孙剑你得把我借给你开的车还回来 之前大学毕业的时候 孙剑要准备公司面试 他跟我说 不想天天上下班 还要挤地铁 显得他很没有面子 当时我觉得他说的也对 毕竟地铁上人挤人 出行什么的都不太方便 见客户的话也说不好看 所以 我就把我爸之前送给我的小宾利借给了他 让他一直开到了现在 孙剑沉默一会儿 开始嗷嗷地喊 李清姨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不都给你道歉了你 还想怎么样 不就是一辆破车吗 你当老子真心稀罕 你就是瞧不起我是吧 一辆五十来万的车而已 你至于这么斤斤计较 我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着破口大骂的冲动说 那是我的车 我还就真得跟你计较 给个准话 什么时候还 话刚说完 孙剑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早就料到他会是这样的反应 之前我把车开到他面前的时候 孙剑激动地在车里坐了一个多小时都不肯下来 因为这辆车的原因 孙剑一入职公司 就被所有人以为他是个小富二代少爷 来体验生活 没少被人巴结 面具这种东西戴久了 就长在脸上了 孙剑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感觉的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去了半婚礼之前 跟孙剑一块租住的房子 因为新房要装修 才临时租了一套靠近单位的房子过渡 当时租房子的时候 孙剑跟我说他手头有点紧 问我能不能先垫付一个月的房租 等他入了职发了工资之后再跟我平摊 我二话没说 答应了 而且还很心疼他每天都要为了生计而奔波 给他转了三千块钱 让他先花着 而他从那天开始也从未拿过一分房租 全都是我一个人在交 现在想想 我真恨不得一巴掌扇死我自己 妥妥的二臂恋爱脑 被人套路了都意识不到 不过这样也好 租房合同上只签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退租的过程很顺利 根本不用征得孙剑的同意 临走之前 我又给房东赚了两千块钱 房东是个热心肠的大哥 一看我这操作就开始问我 是不是跟男朋友闹矛盾了 气色才这么差 我没跟他细说 只拜托他用这两千块钱再去买个门锁 什么款式的都可以 只要能在今晚之前换上 房东答应得很痛快 并表示今天就会把孙剑的东西都收拾出去 然后把锁给换了 晚上临睡觉之前 我就收到了房东大哥给我拍来的照片 门锁被换了个彻底 孙剑的行李也都被他堆到了门口 我的心情顿时大好 反正我跟孙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仅是租房 但凡我在让他占一分钱的便宜 都是对毛爷爷的不尊重 大概十一二点的时候 我和爸妈都被一阵巨大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门外是陈建和他妈的喊叫声 李轻仪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家 你给我滚出来 我妈被吓得不轻 一直拉着我 让我别靠近大门 我爸罕见得被气到脸红 还没等我阻止 他就一脚踹断一个拖把棍 就去开了门 陈建被我爸的气势吓了一跳 然后又在他妈的怂恿之下质问我 李轻仪 你至于把事做得这么绝吗 你不声不响的就把房子退了 让我住在哪 我又没对你做什么 至于使这么大的疯吗 你也太过分了 什么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他在说我过分爱 论过分 谁能比得上你们呢 我面无表情地站起来对回去 从确定结婚开始 你们家死皮赖脸地说家里穷 我和我爸妈体谅你们 房子我出 车子我出 就连彩礼都一分不少地给你们退回去 你们还想怎么样 我说 你不会到现在都以为咱俩还没分手吧 这么多年 你吃我的喝我的 怎么着 现在分手了 还想让我给你付房租 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个金凤凰了吧 孙剑被我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干脆也不装了 邓卓眼就要冲上来打我 我爸先他一步挡在我面前 人高马大的 手里还拿着根粗长的棍子 你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 陈剑的动作一下子就顿住了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还没来得张嘴说话 就被他妈截胡 他妈妈往地下催了口痰 口水乱喷 你奶奶的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我们家剑子要模样有模样 要能力有能力 随便出去一趟 都不知道得有多少闺女喜欢她 你当你是个啥呀 陈剑他妈越说越激动 嘴上说着手 还在到处比划 我今儿还就告诉你了 你在剑子眼里屁都不算是一个 要不是看你家有点BQ 一句话还没说完 陈剑他妈就突然闭了嘴 我想都不用想 就能猜出来他想说什么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人的真实目的 总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来 就怕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陈剑他妈犹豫不到一会儿 又恢复刚才的嚣张气焰 阴阳怪气 再者说了 谁知道你们家的钱是怎么来的 他瞥了一眼我妈 让女人出去卖不照样能拿回这么些钱来 你说什么 我妈一听这话顿时就冒了火 平时那么温婉胆小的一个人被气得满脸胀红 眼泪都要滴下来了 靠 侮辱我可以 但是谁给她的权利来侮辱我爸妈 我直接绕开我爸 走到孙剑他妈面前 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 他立马被我扇得晃悠了几下 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一家子没脸没皮 没教养的禽兽 你家剑子是好啊 要模样尖嘴猴塞 要身高一百七十二 要钱没有 要质没有 就剩个好工作 还是我给他介绍的 得亏你们原形毕露了 要不然我还发现不了 他有多么恶心人呢 说起来 我真心觉得自己之前是被猪油蒙了心 被驴子踹了脑 世上好男人千千万 怎么就偏偏看上了个最差劲的 我毫不留情地接着孙剑最在乎的短板 他一听 彻底急了 妈妈咧咧地就要扑上来打我 就在这个时候 隔壁邻居的门开了 我说你们这俩无赖要闹 能不能白天再闹 现在都几点了不知道啊 好好的一大老爷们 带着妈上前女友家里闹 也不嫌丢人 我可警告你们 刚才你们俩说的那些话 我可都听得一清二楚 楼道里的监控录像拍着呢 再不滚蛋 我就直接报警 让警察来带你们走 邻居大叔的样子 不像是在开玩笑 孙剑一听这话就怂了 他虽然不懂法 但也清楚 自己干的这档子是不合情理 万一警察真来了 到时他和他妈也占不到啥便宜 行 你们行 孙剑拉住他妈 指着我跟我爸妈咬牙切齿 和起伙来欺负人是吧 李清怡你给我等着 这事我跟你没完 你迟早都得跪下来求我 折腾完这一晚上之后 我跟孙剑算是彻底闹掰了 本来以为他们能消停上几天 结果周一我刚到公司 前台就给我来电话了 老板 楼下那群大爷大妈 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好像都是来找你的 找我的 我从窗户向下看了一眼 对 十几个穿着棉袄的 代爷大妈 聚在公司楼下 手里还扯着个 写着李清怡骗人骗钱 不得好死的横幅 而站在C位 举着个喇叭带头闹似的 不是别人 就是孙剑他妈 我深吸了一口气 感觉血压都快飙上来了 一下电梯 孙剑他妈就十分眼尖地 发现了我 举着个喇叭喊得 不知道有多起劲 大家快来看哟 李清怡下来了 她就是李清怡 大家快把她拍下来 发到网上 公司大楼正好在一天 商业街上 平时不管是上班族 还是出来玩的人 都来来往往 她这一嗷嚎 瞬间就引起了 上百人的注意 在大楼不远处停下 议论纷纷 这情况正合了她的心意 看我向她那边走了 立马就一屁股蹲在了地上 蹬着两条腿又哭又嚎 谁能给我做主啊 老天爷你不长眼 我和我儿子的命 怎么就这么惨忧 我儿子对他掏心掏肺 他不领情也就算了 还在婚礼现场 接我儿子的短忧 我们家事钱也没了 人也没了 让我这老太婆 可怎么过呀 我在门口站定 静静地看着她撒泼打滚 周围的吃瓜群众 一听她这控诉 很快就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哎哟 这老太婆这么惨呢 她也是命苦 摊上这么个恶毒的儿媳妇 我看这个叫李清姨的 长得挺漂亮啊 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都把人家家里给欺负成啥样了 孙健他妈肯定也听见这些议论了 趁着打滚的功夫 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继续连哭带叫 我这人最看不起那种 小人得志的嘴脸 一看他这副样子 我太阳穴秃秃直跳 气得牙根都在哆嗦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损招 也亏他能想得出来 闹够了没有 我完全没了耐心 直接冲他吼道 光天化日之下 在我公司底下撒泼打滚 有意思吗 前两天晚上 我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 我拜托你摸着良心想想 从我跟孙健在一起开始 他付出了多少 我又付出了多少 孙健还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月生活费一千五 跟我在一起了之后 生活费直接降到五百一个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思 不就是想从我身上扣钱吗 从谈恋爱到结婚 孙健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我花的钱 我一个月生活费六千 有四千都得霍霍到他的身上 前段时间我俩打算结婚 你们家先是出不了房子 后是出不起彩礼 我跟我爸妈说什么了吗 不都是在替你们考虑 还有 你不是说婚礼的时候 我接孙健的短吗 那你怎么不说说你们母子俩 提了个什么要求出来 又是让我再退两万的彩礼钱 又是让我们家给亲戚过户一套房子 怎么着呀 空手套白狼都没有你们这么套的吧 我爸妈从小就教育我在某些必要的时候 面子根本不重要 反正事情都闹到这种地步了 撕破脸或许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但绝对是最爽的一种 孙健他妈显然是没想到 我会把事情全抖出来 坐在地上愣了一会儿之后 再次嚎叫起来 你就是想逼死我和我儿子啊 你咋这么恶毒啊 老天爷优快来给我做主优 我算是看出来了 孙健他妈今天就是抱着一个 他就不走我能耐他何的心态来的 行 想叫人做主是吧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果断让保安报警 警察马上就来 我今天就陪你在这里待着 等警察来给你做主 警察没一会儿就到了现场 刚才我一说报警 跟着孙健他妈一块闹事的大爷大妈 一溜烟全跑了 只剩下他自己和周围的吃瓜群众 是谁报的警 警察一边走一边问 孙健他妈一看穿着警服的来了 就跟再次找到发力点一样 蹭得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 直接就挡在警察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 警察同志 你可千万要给我做主啊 赶快把这个贱人逮起来 关牢里去 他越往后说越离谱 警察表情复杂 明显是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我跟他们大体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当然也借机提了一嘴还车的事情 警察把孙健他妈拉到一边 好声好气地跟他解释 大爷呀 咱这里是公共场合 私人恩怨私人解决 但您今天这事儿 已经算是扰乱公共秩序了 您看这幸亏是没出啥事 要是万一出了点意外 到时候您可是得负责任的 您就当给我一个面子 咱大事话小小事话了 孙健他妈一听这话 瞬间就不乐意了 挨我说 你们这些警察说啥呢 我给我儿子讨个公道还不行 我知道了 李轻仪肯定给你们好处了吧 怪不得你们都这么向着他呢 一个个的没一个好东西 领头的警察立马板起了脸 立声呵斥 我劝你说话放尊重点 抹黑国家公职人员 是要承担责任的 说完 他又回过头来看向我问 李女士 麻烦配合我们去警局 做一下笔录 到了警局 孙健他妈依旧迷之自信 一边拍桌子 一边控诉 你们赖我干啥 又不是我要闹事 我就是个老太婆 要不是因为李轻仪这个臭不要脸的 我至于上他单位楼底下找人吗 我不管啥规不规定 反正他必须赔我儿子钱 精神损失费 务工费 一分都不能少 我一听就笑了 张嘴就跟我要五百万 还精神损失费 丧葬费 他要不要啊 我也懒得跟他在瞎掰扯 直接表明态度 行啊 你不是想让人给你做主吗 我看也不用调解了 你直接去法院里判 正好我也不用再费尽巴拉的药车了 我刚说完话 孙健他妈的手机就响了 我无意间瞄到一眼 来电人是沉溅 母子俩大概也就说了几分钟 我隐隐约约听见他抱怨 凭啥就这么算了呀 这不是你出的招吗 你娘 我都忙活一整天了 我恍然大悟 一开始从公司楼下看见他们 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我并没有告诉过孙健他妈我的工作地址 如果孙健不说 他肯定无从得知 而且我当时刚一出门 孙健他妈就让周围围观的人 把我拍下来放到网上 如果没有人给他支这一招的话 凭他自己肯定想不到 用这种方法来给我施压 所以现在想想 今天这事 肯定跟孙健脱不了干系 挂断电话之后 孙健他妈扭扭捏捏地回来了 我现在突然想和解了 快给我那笔 我要签字 临走之前 他又弯了我一眼 声音尖锐 我告诉你李清怡 这事你甭想这么快过去 嗯 巧了 我也没打算放过他们 回家路上 我顺手拿着手机登陆微博 看了眼同城热搜 果不其然 被荡成枪使的吃瓜群众果今天这事 送上了热搜 热度直升第一 并且还在不断上涨 我估计孙健和他妈现在嘴都快笑裂了 这种事情一吵起来 三个人里最吃亏的就是我 把吃瓜群众荡枪使给我施压 最后的受益者变成了他们 可他们殊不知 这件事情的发酵 对现在的我来说 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反而替我省了不少的事 我从通讯录里找到王总的电话 拨了过去 王总是开娱乐媒体公司的 三年前跟我的公司达成合作关系 我给他投资 他给我分红 现在孙健所就是在他的公司就职 电话一接起来 王总就问我 同城热搜上的人是不是我 还问我需不需要他帮忙 把热搜撤下去 我没同意 好不容易捧上去的热度外撤下来 多没意思 我说 王总 您不是一直想入股我们公司吗 我可以给您1%的股份 不过您得答应帮我两个忙 王总一听 连声答应 我说 第一 随便找一个理由 把技术部的孙健开除 就是三年前我推荐给您的那个人 第二 帮我多增加点那条同城热搜的热度 能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 最好能直接冲上综合榜前三 两个小时之后 王总又给我来了电话 他让公司的人事部以裁员为借口 开掉了孙健 还顺手跟其他公司的老总都打了声招呼 王总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 人脉遍布全球 也就是说 他这一个招呼打出去 孙健这个人就算是被彻底拉进了行业黑名单 与此同时 微博上的热度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 很快就冲上了综合榜前三 回到家后 我立刻将孙健在微信黑名单拉了出来 然后在聊天记录搜索矿里搜索 宝宝没钱这两个关键词 之前我没发现 孙健一般情况下 习惯只叫我小姨或轻姨 只有没钱的时候才会叫我宝宝 只凭这两个关键词 我就搜出来整整一千多条消息 转账金额更是高达六十多万 我面无表情地截图保存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这不是脑残是什么 简直白瞎了这双视力五点零的眼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孙健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还不等我说话 他就已经扯着嗓子开始质问 李清怡 我今天下午被公司开除 是不是你搞的鬼 你是不是在我老板面前污蔑我了 我冷哼一声 说孙健 我拜托你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一枚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二枚工作能力 三枚任劳任怨的态度 之前公司下班改个点你都要骂骂咧咧好几天 不开除你开谁 孙健被我的话噎了一下 我继续说 而且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别忘了 这份工作是我通过王总介绍给你的 就算现在我想收回来也收得理所应当 我没等他反驳 就直接挂断电话 然后切换到微博页面 把刚才保存的通话录音直接发了出去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想往现在的热度上再添一把火 毕竟战争都已经开始了 要玩就得玩一场大的 孙健给我发了一页的微信 从质问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到花式问候我的祖宗十八代 我说很简单 只要他把车还给我就行 孙健又不说话了 我老感觉他总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 但我没有多想 切换到微博注册了一个小号 随后 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用旁观者的视角 整理了整个事件经过和当事人心理分析 为了隐藏身份 我还特意写错了几处细节 经过超能力的加持 这条微博的浏览量和点赞数疯狂上涨 短短一个小时就被置顶在就辞条最上面 看时机差不多了 我又在这条微博底下写了条评论 个人觉得如果南方在这个时候能拿出来实锤的话 这波估计就直接吻赢了 孙健是个急性子 自己身上出了这么一档子时 他肯定会时刻关注微博上的最新消息 生怕忽略什么对他自己不利的东西 而我发这条评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看见 并且照我说的方法去做 只要能让他这把火燃起来 后续的事情都会好办很多 不过孙健也确实没让我失望 评论发出去的第三天 我就在微博上看到了孙健和他妈一起 在某音上直播的录屏 他们母子俩一共播了不到三个小时 从头到尾都是孙健在说 孙健他妈在哭 成功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心思恶毒 吃里扒外的奸命小人 而他们自己则成了那个受尽欺负 血本无归的可怜母子 讲真的 要不是我自己就是当事人 他们说的话我就信了 可这场直播下来 孙健暴露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他没有证据 全凭一张嘴说 没有事实证据的话 终究抗不过大众的推敲和质疑 不过这些也都无所谓了 在孙健关掉直播的那一刻 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我迅速登陆微博 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证据资料 按照时间和分类全部贴了上去 然后将手机一关 任由各路吃瓜网友自行判断 网络嘛 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且影响力巨大 要说孙健有脑子 他能想到用网络舆论的方式来给我施压 但要说他没脑子 他能在毫无实锤证据的情况下 站在舆论的边缘疯狂蹦打 这不是做死是什么 等我回龙觉睡醒 发现手机基本上都要被打爆了 小部分是爸妈打来的电话 大部分是孙健和他妈打来的 跟爸妈随便聊了两句之后 我随手登上微博 意料之中的 我发的证据直冲热搜第一名 私信几乎是增加了几千条 原来的辱骂声权消停了下来 被清一色的求后续替代 甚至还有好几家娱乐公司问我 想不想借机进入演艺圈的 就在我要退出私信的时候 一个网名叫 给二手车交易的用户 给我发了一条私信过来 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问我这辆车是不是我的 我放大仔细看了看 没错 我确定这辆车就是我的 我赶紧加上了他的微信 问他车怎么会在他那里 那个人告诉我 这辆车是他两个月 之前在孙健手里买来的 当时他看这车保养得不错 想着低价买过来 留给自己开 当时他十五万订金都已经付了 结果等到过户的时候 孙健却迟迟抽不出时间 给人的解释 也是含糊其词 他担心车有问题 就一直停在院子里 没敢开 听他解释完之后 我瞬间就明白过来 孙健为什么一直拖拉着 不还我车了 我突然想起来 孙健两个月前跟我提过一嘴 他老家要盖房子 还差十万块钱的事 但当时我正好在跟他吵架 所以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卖我的车 给自己老家盖房子 我冷笑连连 孙健这算盘打得还真一点 都亏不着自己 跟这个人商量好之后 我将他提供给我的证据 全部打包发给了公司法务 再将法务连夜起草好的 律师函置顶到个人主页 顺手拉了下警方 晚上 我又接到了孙健打来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连哭带求 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希望 我看在原来的情分上 放他一马 我当然没有同意 他想闹就闹 想结束就结束 全世界的好事 都揽他一个人 身上得了呗 两天之后 我接到了警局 给我打来的电话 他们说 孙健已经全都交代清楚了 接下来 就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一个多月之后 我再次接到了警方的通知 私自售卖他人财务数额巨大 加上诽谤罪 孙健被判了两年零七个月 警方消息一出 孙健这个名字 时隔一个半月 再次登顶微博热搜 嗯 怎么说呢 十个网友里 有九个在骂他是软犯男 还有一个诊断他为脑残 我不觉得他可怜 无论是他还是他妈 这都是他们作茧自负 孙健的审判结果下来之后 我以为这件事算是彻底结束了 直到某天晚上 我刚出公司门就听见有人 在叫我名字 这个声音我可太熟悉了 除了孙健他妈还能有谁 将近三个月没见 孙健他妈头发白了不少 脸色蜡黄 看起来老了十几岁 他不管周围人探究的目光 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小姨呀 你还记得我不 你又想做什么 我正开他的手 直入正体 孙健他妈脸色一变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拽着我的衣服嚎叫 小姨呀 算妈求求你 你就放过剑子这次吧 他还年轻 要是真做了牢下半辈子 可让我们母子俩咋活呀 你放心 只要你那把剑子保出来 到时候 我肯定带着他回老家 再也不来找你了 他在说什么 跟我抛筹码吗 我转身想走 但奈何被他一把抱住了小腿 你不能走 你还没答应我 不答应我 我就不让你走 笑死 又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没脸没皮 我说 第一 我没有理由去帮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孙健身上也没有值得我同情他的地方 第二 孙健触犯的刑法 而不是民法 就算我想 我没有权利 也没有能力保他出来 第三 我是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 不跟你过多计较 如果你再继续纠缠我的话 我不介意直接交给警方处理 听到我的话 孙健他妈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 一脸愤恨地看着我 就在我转头走出两步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孙健他妈声嘶力竭的嘶吼声 你这个贱婊子 我要杀了你 紧接着 砰的一声 孙健他妈被公司门口的几个保安 用防暴插插在地上 倒扔了很远 头发凌乱地指着我骂骂咧咧 不久之后 我又得到了这对母子的消息 孙健上诉被驳回 他妈也因为杀人未遂罪而被判刑 说起来也是搞笑 谁都没想到 他们母子俩竟然会以这种方式 在牢狱中团聚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女孩子要房子干什么 乡下老房子拿走 弟弟结婚分家产 我爸指着我的鼻子骂 三个月后 政府规划拆迁 老房子变成五套房 和三百万拆迁款 我爸 我妈 甚至那个一向看不上 我的弟妹 都来巴结我 我冷哼一声 晚了 滚滚滚 过完户了 老子再也不想看见你 这个赔钱货 行政中心门口我爸妈 以及我的弟弟上了一辆奥迪车 车子扬长而去 留我在原地颤抖 周围的人群对我的遭遇感到惋惜 都是一家人 儿子女儿都是自己的小孩 是啊 女儿就被赶到乡下去 儿子就在城里吃香喝辣 嘖嘖嘖 小姑娘真可怜啊 我颤抖着上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里 我把手从脸上拿下来 终于憋不住笑了出来 太好了 终于摆脱了 五套房全部都是我的了 我家有两个孩子 我和我弟 我爸妈 爷爷奶奶 以及所有的亲戚 全都重男轻女 我出生那天 奶奶看都没看我一眼 嘴里就不停咒骂我妈 没用的东西生个赔钱货 我弟出生的那天 奶奶高兴坏了 拿着大喇叭 在全村喊我们老张家有后了 我从小努力读书 一路保送 他们却说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我弟无心学习 顽劣不堪 读了个绩效 却被我爸妈吹捧为 读书的大学生 我爸做水产生意赚了点钱 买了套房子 给我弟做婚房 一家老小全都搬过去了 把我留在老家 上一世 我不甘愿待在乡下 心高气傲地在城市里 非要奋斗出一套自己的房子 谁曾想 三个月后政府规划 紧急修建地铁 我家那破破烂烂的小房子 能拆市中心五套大平层 五套房 我连个车库都没分到 阴差阳错间 我回到了我爸分家产的时候 这 算了 那我就待在乡下好了 我装作很不情愿的样子 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这稳赚不赔的生意 只是要想办法 把他们的户口迁出去 我挤出一点泪花 房子都漏水了 我想重新修缮一下 既然爸妈的户口还没转走 这钱 他们连忙把户口从乡下转出来 生怕晚一秒 我就要开口要钱 正合我意 我的嘴笑得都要抽风了 出租车司机都转头来看我 我站在家里破败的房子前 外墙斑斑勃勃 墙皮撕裂成不规则的碎块 露出底下陈旧的砖瓦 想到三个月后的拆迁 这间小屋在我的眼里 就是一座发光的金山 散发出灿烂的光芒 我的脸上也出现了灿烂的笑容 二鸭果然是傻了 被家里人抛弃 也笑得这么开心 一旁路过的李阿婆叹了口气 三个月后 看着家里被印上一个红艳艳的钗字 李阿婆嘴角咧的比我还开 城市规划 在建造一个新的地铁站 从我们村附近经过 村子里就我和李阿婆两个 在村委的房子被拆了 二鸭呀 阿婆从小就觉得 你是个有福之人 李阿婆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背 二鸭是我的小名 由于市政府紧急拆迁 待遇优厚 补贴市中心五套大平层和三百万拆迁款 可不是吗 从小我就瞧着二鸭新生欢喜 只盼着呀 做我的女儿 我就说 读书的娃子有福报 可怜见的 爸妈都不要你了 不如做叔叔的女儿吧 我扯扯了嘴角 小时候这群人可是庆幸自己生的儿子 认为女孩读书就是浪费钱的 他们原来都站在我父母那边磕待我 现在却来巴结我 真有趣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拎着包站在小区前 拱形的大门气势恢弘 保安穿着制服 笔挺地站在门口 这里面就是我的五套房子 刚准备进去 就看见了我弟妹 她还是开着那辆奥迪车 车窗摇下来 一股浓烈的香水味 熏得我接连后退 她摘下墨镜 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下一秒讥讽声就传来 哎呦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那名校 毕业的姐姐 怎么工作不顺利 来小区干家政了 她捂着嘴笑起来 她连高中都没上完就辍学了 自然不喜欢我这个读书人 一向喜欢嘲讽我 这年头干家政都要大专学历呢 哦 我忘了你是初中毕业 家政公司都不要你 我呵呵一笑 她气得把车窗摇上去 开车就要进小区 被保安拦住了 女士您好 请出示您的证件 你居然敢拦我 不就是一个保安 也敢拦我她不可置信 保安显然不吃这一套 非常尽职 我是来找朋友的 等下我就让她投诉你 保安表示 需要接到业主的电话 才可以放行 她气势汹汹地拿出手机 电话那头 却始终没有人接 保安一负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得了然神色 就要赶她走 不想与傻子计较 我出示我的业主卡 保安开门恭敬的鞠躬 欢迎您回家 她怎么可以进去 她在后面气得跳脚 这是我们尊贵的业主 自然可以进去 这怎么可能呢 她一个穷光蛋 怎么买得起这种房子 她的话说得没错 我确实买不起 但是我拆到了五套房呢 这五套房我 分别选在了三栋不同的楼里 每一套都是精装修 我慢悠悠地欣赏了这五套房子 不同的装修风格 最终选择了一套最符合我心意地住了进去 奶油风的装修 软乎乎的沙发 整面低落地玻璃 这开阔的视野 我非常满意 是时候该去会会我的便宜弟弟了 我带着一百万 去了我弟弟做销售的奔驰4S店 绩效毕业的他 做销售混日子 说了不会让你和我们一起住的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便宜弟弟不耐烦的挥挥手 赶我走 我挑挑眉 态度这么差 我可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买车的 话音刚落 就有一群销售准备围过来 他双手抱毙 上下打量我一番 冷哼一声 就你这个穷酸样 也买得起车 转身对周围的销售 说这是我姐 他就是舔着脸 想住在我的房子里 想尽办法缠着我 根本不是来买车的 销售们听了他的话都散开来了 只有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孩 贴心地为我端上茶水和甜点 小姐您好 请问您想买什么类型的车 男孩个子很高 大概一米八五左右 黑色西装贴身 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形和静瘦的腰身 谢渊 你一个新来的就正想要业绩 贴着我姐一个穷光蛋 便宜弟弟出言讽刺 谢渊没有理睬他 俯下身温柔地与我进行沟通 这辆车很适合像您这样的小女生 价格也并不昂贵 三十万出头 三十万 我沉默了一会儿 似乎有点便宜 我的沉默在我那便宜弟弟的眼里 似乎是另一个意思 三十万 你太高估他了 他才没有那么多钱呢 或者您看 这辆稍稍便宜 谢渊似乎在斟酌用词 三十万太便宜了 有没有贵一点的 我打断了这位温柔小哥的话 便宜弟弟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 笑个不停 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我看中了一辆八十万的冰粉色跑车 在店里众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以迅雷不及掩耳知识 刷卡买下了这辆车 谢渊神色不惊 这边帮您安排一周后提车 店里的其他销售纷纷埋怨便宜弟弟 你是不是和谢渊串通好了 把这个业绩给他 就是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原来你姐这么有钱啊 你以前是故意骗我们的是不是 怎么会 你怎么可能买得起 便宜弟弟难难自语 睁大了嘴巴 一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我贴心地拖住他的下巴 给他合上 保护好你的小下巴 以后让你震惊的事情还多着呢 真好奇这一家知道我报复的反应呢 我踩着高跟鞋 摇曳地走出4S店 没有注意到身后谢渊的凝视 上午9点江山踩着点到公司 一进公司就开始炫耀自己新买的包包 这可是我男朋友送我的限量款香奶奶的包包 周围的同事纷纷围上去 不愧是大牌 摸上去就是不一样 哎 是啊是啊 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啊 江山长得漂亮 男朋友可是富二代呢 苏和 你也来看看吧 我正在仔细地规划旅游路线 等我忙完就来 苏和 就凭你的工资要攒多久才能买得到这个包啊 怕是一辈子都摸不到呢 江山一副我不识好人心的样子 他在桌上垫了一张纸巾 把新买的包包小心翼翼地放上去 我看了一眼他的新包 把我放在脚边带饭的包拿起来 你说的是这个包吗 我前两天去专柜里扫荡了一圈 买了好几个包 这是我回家后发现最丑的一个 用来装饭盒 这两个包包一模一样 江山挣住了 他一把扯过我的包 两者仔细地比较过后 他像是找到了什么 苏和 没钱就别装了 买什么高仿啊 五金很明显不一样 我也呆住了 原来他男朋友送的是假货呀 不至于呀 平时看起来挺有钱的呀 他以为我被戳破了心虚 要我说呀 做人别这么虚荣 周围的同事分分围上来 发现了包的不同 我就说 苏和平时都是背得翻不包 今天怎么换了一个 我以前看他挺朴素的呀 怎么现在变得虚荣了 果然人都是会变的呀 就在大家都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个新来的实习生 打破了舆论 我之前买过一个他家的包 我看着 怎么苏和姐姐的这个是真的呀 周围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好像是苏和的这个 看起来更有质感一点 苏和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都说财不外露 我本着低调的原则 微微一笑 跳过了话题 只留下江山 在自己的工位上 恶狠狠地瞪着我 一个人有钱和没钱的状态差很多 譬如以前我没钱的时候 租在狭小的出租房内 离公司很远 早上六点就要起床 七点出门挤地铁 晚上加班到八九点 才回到家里 现在我把四套房子租出去 租金每月到账三万块 卷上天的时代 我名校毕业工资也才一万块 这个破班我想上就上 不上拉倒 中午一个半小时的午休 我慢悠悠回到我的房子里 在家里睡午觉 可比在公司休息舒服多了 就在我躺在两百平的大房子里 每每睡午觉的时候 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 哪里来得那么多钱 去买这么贵的车子 我爸那粗犷的声音 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听 快把这个车给你弟弟 你别开了 真是扰人轻盟啊 我一把就挂断了电话 也不知道这一家消息闭塞成这样 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发现老宅拆迁了呢 我很期待 好在也没有让我等很久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 就看见我爸妈堵在小区门口 被保安拦住了 保安指了指门口的牌子 闲杂人等禁止入内 你让开 我女儿就住在这里 我爸还在那里咆哮 看见我立马得意地对保安说 我女儿来了 这下你相信了吧 我头也没抬静止走进去不认识 碰刺的 我妈拉住了我 脸上挤出一个笑容乖女儿 听说你拆迁分到了五套房 看在这么多年养育你的情分上 分我们两套 上一试 我求我妈看在我是她女儿的份上 求她分我一个车库的时候 她是怎么回答的 哦 我和你现在没有关系了 我妈的笑将在了脸上 赔钱货 养你这么大 一点用都没有 我那个愤怒的爸爸还没有意识到 我不是以前那个任他们搓圆 捏扁的软弱女儿了 何况他们根本尽到养育的义务 从我小他们就没有给我交过学费 好在我自己争气一路保送免学费 靠着学校的补助和打工读完了书 你的房子就是老子的 等着我去找律师告你 真是法盲啊 如果他们的户口没有迁出来 那房子肯定有他们的份 但是迁出来了 就是我的了 我不认识他们 麻烦师傅以后 千万不要放他们进来 我头也不回地往里走 身后传来原来越远的难听咒骂声 木制的桌椅 古色古香的优雅的环境 晚餐我在一家1299一味的日料店里吃饭 四身拼盘 后切三文鱼 樱花虾炒饭 香烧牛肉 每一口都唇齿流香 又见面了姐姐 姐姐吃这顿饭攒了多久的钱呢 不用抬头 我也知道来人是弟妹 他旁边站着我那便宜弟弟 很明显我那傻瓜弟弟已经知道 我拆迁报复的事情了 并且没有和他说 他扯了扯自己老婆的胳膊 示意他别说话了 弟妹生气地把胳膊甩到一边 扯什么扯 你现在还敢护着你姐姐 乡下出来的穷酸孩子 还在这里吃什么日式料理 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 他这话一出 周围的脸色纷纷变了 这一句话骂了很多人 就连我那傻瓜弟弟的脸色也不太好 毕竟他也是乡下来的 我慢条丝里地擦了擦手 乡下的老宅拆了五套房 怎么 我弟弟没和你说吗 什么 他转过身 对我那便宜弟弟一顿输出 好呀 你们一家人背着我偷偷有钱了 还要全部挤在我们的婚房里 他们买的婚房 和爸妈甚至奶奶都住在一起 一套130平左右的房子住三代人 自然拥挤 生活习惯不一样 矛盾自然很多 他们两人挣扎间 打翻了一旁的玻璃热水杯 眼看着就要往我脸上泼 我闭上眼睛 用手捂住眼睛 想象中的滚烫并没有袭来 诧异地睁开眼睛 看见一个男人的身影 挡在我前面 谢渊 来人正是谢渊 他穿着一件服务员的衣服 却丝毫遮盖不了他的俊美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转身去摸他的背 指尖下是结实的肌肉触感 谢渊的脸瞬间红了 从脖子一直红到耳朵根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被烫伤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 谢渊后背的衣服都湿了 隔着白色的工作服 我都看到了里面的微微泛红的皮肤 你现在就算炒翻天 也得不到任何东西 老宅的户口是我一个人的 五套房也是我一个人的 我有些生气 干脆添一把火直接告诉他 发生了这种扰乱店内秩序的事情 弟妹和便宜弟弟灰扑扑地被赶了出去 我气鼓鼓地把视线收回 他眼对上了谢渊满是笑意的眼睛 原来是小富婆呀 那天在店里我有眼不识泰山 谢渊也遇到 你怎么在这里 不是在4S店里上班吗 谢渊说4S店的工资不高 他晚上来这里做兼职 真勤劳啊 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以前的影子 谢渊去员工更衣室换衣服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我想看看烫伤是否严重 我站在更衣室的门口 谢渊挑眉你要进来吗 这我意识到了不妥的 捂着脸走了 因此也没注意到 其他服务员对谢渊异常恭敬的态度 姐姐可把你判来了 我给你准备提车仪式 周末我去提车 门都没进就看见我那便宜弟弟 一路小跑过来 递给我一大树百合花 这个态度和我之前买车的时候 可是180度的转弯 姐姐前两天是我老婆不对 我给你赔罪 她读书少 你别和她一般见识 她和所有的同事介绍 我是她的亲姐姐 什么一路保送 名校毕业 天资聪颖 漂亮温柔 孝顺懂事 把我夸得天花乱坠 我当然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谁会不喜欢行走的财神爷呢 哪个小姑娘会喜欢百合花呀 是吧 姐姐 谢渊捧着一大树鲜艳的玫瑰花走出来 西装 红玫瑰 配上她那双看谁都深情的桃花眼 我有一种在婚礼现场的错觉 不过确实没有女孩能拒绝红玫瑰 我拿着花在我的车旁边拍了许多美照 走之前 便宜弟弟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 递过来一个保温筒 姐姐 我之前还小 不懂事 毕竟我们是姐弟 这是奶奶特地给你包的馄饨 你拿着吃 奶奶包的饺子 可真是稀奇 小时候奶奶经常给弟弟包饺子 我那时候可稀罕了 觉得那是天底下最美味的食物 一次我偷偷尝了一个 被一巴掌打掉了 你也配吃这个 小时候不弥补 现在有什么用 姐姐 那房子的事情 你能不能给我一套 她的眼里充满了对房子的渴望 太讽刺了 亲情是用来获得财富的筹码 我没有接过保温筒 直接开车扬长而去 楼下停车场那辆奔驰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看见了 据说要这个数呢 那是谁的车呀 我猜是江山的 除了他还有谁呀 我停在公司停车场的车子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江山穿着包臀裙 踩着细高跟上来 同事去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男朋友最近要给我买辆新车 江山无嘴一笑 公司停车场那辆车不是你的 同事诧异 可能是公司哪个领导新买的把江山不以为然 我坐在公位上做自己的事情 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树大招风 我还是隐蔽一点好 下午五点 我收拾好东西 准备打卡下班 苏和 你这么早就走了 被领导看见 多不好啊 一个同事惊讶地看着我 最近 有一个升职的机会 几乎每个人都在公司里加班 没事也要装作很忙的样子 我以前也是其中的一员 升职加薪财几个钱 就那三瓜两枣 现在已经不值得我为此如此拼命了 我朝他微微一笑 我卷不动了 你们卷吧 机会是留给你们的 打卡成功 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去 在地下停车场 刚准备打开车门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女生 苏和 你站在这车旁边干什么 转头看到了江山 他理直气壮地说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车是他的呢 我按了按车钥匙 车子滴滴两下 我打开车门就坐了进去 摇下车窗 笑意盈盈 我的车我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他像是听到了笑话一样 我不信 这车是不是你租的 苏和 我知道你没钱虚荣 买个假包 还要租一辆车充场面 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租的 日后自有定论 我没理他 直接走人 回到我温暖舒适的房子 有什么不好的呢 第二天 我一进公司 就感觉氛围不对 身边的同事 用一种怪异的眼光 看着我 实习生悄悄给我发微信 苏和姐 江山早上来公司 说你被包养了 你的包 车子 都是这么来的 江山起身 我可不像某人 他慕虚荣 只知道用车子包包 来包装自己 我最近呢 买了一套房 他得意地给大家 看他房子的照片 轻奢风的装修 黑灰色的沙发 大理石台面 看起来价值不菲 思 我眯了眯眼睛 这房子有点眼熟啊 不正是我那四套房子中的一套吗 我嫌弃他 看上去太暗了 没有选择这套 挂在中介那边 前两天刚刚租出去了 这套房子 是不是在幸福公馆 六栋七零二时 江山惊讶地转头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跟踪我 我拿出了我的房产证 中介办手续需要 最近我都带在身边 从其中拿出了 这个房产证 甩在江山的脸上 看清楚了 这个房子 是我的 江山把房产证打开 美丽精致的脸上 出现了慌乱 这怎么可能呢 你怎么会买得起房子 周围的人群 窃窃私语 都在看好戏 江山平时立的大小节人设 虽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吹捧 但同时 它对普通人的冷嘲热讽 也让许多人不喜欢它 我的房子 不想租给你这种人 我转身给中介发微信 这套房子的 租客我不喜欢 违约金我出 我也不想 让江山住在我的房子里 下一秒 江山的电话响起 什么 今天之内 现我搬出去 我怎么来得及 为为为 对面传来的盲音 江山挂掉电话 瞪着我 如果眼神 可以杀人的话 我现在已经被他 无马分尸了吧 我声明 我的钱不是通过被包养这种道德败坏的方式得到的 前阵子我家里拆迁了 江山 如果你在造谣的话 就别怪我去告你 我可不怕他 该头疼的是他怎么在今天找到房子搬出去 不然明天就要露宿街头了 苏和 你给我等着 我让我男朋友来收拾你 说完 他匆匆请假 出去找房子了 实习生担忧地看着我 苏和姐 万一江山男朋友来找你麻烦怎么办 我双手还着 如果江山的男朋友真的有钱 他怎么会租我的房子 然而 后面发生的事情 改变了我的想法 夜幕降临 车流如枝 繁华的城市在夜色中展现出别样的魅力 我开着车下班回家 路过一个街口的时候 突然间一辆大卡车加速冲向我 眼看他就要撞上我 我猛然把方向盘向右打死 撞向了路边的石墩子 大卡车没有一刻的停留 直接逃之夭夭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心跳如雷 如果不是我刚才反应快 跑车底盘低 大卡车一撞 我恐怕现在已经去见上帝了 我趴在方向盘上 平静自己的内心 外面传来急促地拍打车窗的声音 我抬眼一看 谢渊 苏和 你怎么样了 我打开车门 摇摇头 示意自己没事 谢渊的眼里尽是关切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来 你这样怎么算没事 我先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他扶着我上了旁边的一辆法拉利 等等 法拉利 我果然是被撞出毛病了 医院里 谢渊带着我做了非常全面的检查 医生给出的结论是轻微脑震荡 我就说要来医院看看 你还说你没事 谢渊拿着医生开的药 仔细地询问医生注意事项 并视无据细地叮嘱我 我是轻微脑震荡 还没糊涂 你的车怎么回事 我紧紧地盯着他 一副我没傻你 别想梦我的气势 谢渊终于败下阵来 实话和你说 之前的那些店都是我家的产业 我闲来无事 去体验生活的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他的眼睛湿漉漉的 像一条乖巧的小狗 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什么人了 那辆大卡车 分明就是冲着你来的 我只能想到江山 看来是我之前低估了他 我把我的情况和谢渊说了 他说这件事情他来解决 去警局做了笔录以后 谢渊把我送到家里 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谢渊就在我家门口 这小子说他最近家里装修 他没地方待 租了我家对门的一套我的房子 我无所谓这位少爷 玩的什么游戏 随他去 我脑震荡 在家休息了三天 这位少爷天天做好了饭菜送过来 索性不算难吃 我们相处的也还算融洽 第四天我去上班 刚踏进公司 就感受到了诡异的气氛 大家纷纷围上来 询问我的伤势 这种热情非常奇怪 我看见江山的工位已经空了 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实习生告诉我 江山的男朋友是一个集团的经理 只不过这是个已婚男人 他是被包养的小三 正是是这个集团的千金 男人的一切都仰仗老婆 正是知道了以后 来公司大闹了一通 给了江山好几个巴掌 他之前还诬陷你呢 哼 原来他才是被包养的那个 苏和姐 你都没看见那场面 真刺激 实习生会声会色地给我描述 事情闹得很大 全公司的人都来围观 老板觉得他丢人 就把他辞退了 去撞你那辆大卡车 就是这个男人派出去的 现在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了 正是知道了男人出轨 直接起诉离婚 自然也不会保他 现在这个男人什么都没有了 全拜江山所赐 他都恨死江山了 你说这几年都藏得好好的 他老婆怎么突然就知道了 我淡淡一笑 这时谁的手笔显而易见 看来谢渊还是有点东西的 苏和 楼下有人找你 实习生面露男色 指了指楼下 我向下看去 楼下站了两男三女 这不是我那讨人厌的一大家子吗 都找到公司来了 真是狗皮膏药 撕都撕不掉 眼看着下面围着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拿起了手机拍照 我连忙下去 把这家人带到一个餐厅 我只给一套房 具体是谁 看我心情 这一家子的人想尽一切办法来围堵我 不就为了这个 我当然不会给任何一个人 只是 狗咬狗的戏 值得一看不是吗 话一出 他们眼里都暴露出贪婪的目光 奶奶最先拉住我的手 我的孙女 奶奶这辈子只有儿子 没有女儿 自从有了你 我简直是把你当女儿看待的呀 我爸拉住了我的另一只手 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 是爸爸的小棉袄 小棉袄长大了 贴心啊 弟弟抱住我的大腿姐姐 从小到大 你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你是我的骄傲 爷爷摸着我的头 爷爷老了 不中用了 前阵子去医院体检 医生说我有一些毛病 我更需要这笔钱啊 她的泪花里闪着金光 我妈站在一旁挤不进来 只能不停地喊我的名字 这时弟妹一声大喊 冲过来把他们都推开了 她紧紧地抱住我 我见到姐姐的第一眼 就觉得亲切 好像是我走散的姐姐呀 亲姐姐 我的眼皮拼命地跳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些违心话 亏他们说得出口 真佩服这群人 为了一套房子 演技这么好 你们自己考虑一下 这套房子过户到谁的名下 他们一个个的心里 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互相争执不下 我是长辈 应该给我 我可是你的宝贝大孙子 不应该给我吗 老子都没有住过大平层 凭什么给你啊 结婚的时候 一套小破房子 就打发我了 这个房子应该归我 不然我就离婚 我好笑地看着这家人 丑陋的嘴脸 在金钱面前 亲情都不顾了 我真是倒霉投胎到了 这家人面前 我也真是幸运 有了一次重来的机会 拿回了我的东西 趁着他们脸红脖子粗 我悄悄离开了这里 这场戏也该落幕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辈子应该不会再见了 大家都别走啊 等下开个会 傍晚五点 就在大家准备 打卡下班的时候 领导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大家都气愤地吐槽 每次都这样 上班的时候不说 非得下班了再说 又加班 又没钱拿 大家都在小群里偷偷吐槽 话虽然这么说 但都坐在了工位上 这破班 我真是一天也不想上了 我的消息一发出 私聊就被报了 苏和 你发错群了 快撤回 快点啊 趁老板没看见 我笑着回复大家 不好意思 没看清 转头在电脑上 一顿操作 把刚才网上找的内容 打印下来 拿着打印好的内容 走进了领导的办公室 苏和是不是去道歉了 八成是吧 也不知道他要被批评多久 我把辞职报告 往他的办公桌上一放 礼貌一笑 我要辞职 在他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转身出了公司 我有两百万的存款 五套房 每个月靠着房子和利息都够吃了 这钱少是多的工作 我确实一天都干不下去了 下一刻 我就在手机上 买了机票 祖国有大好的河山 等着我去游览 摆脱了那家人和劳累的工作 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见天地 才有更深刻的人生体验 我在墨高窟 看前人 留下的彩绘泥塑 明白它是文化瑰宝的意义 我步行于中山林梧桐大道 带走一片金黄的梧桐叶 我撑着伞走在悠长的雨下 听雨滴落在油纸伞上的声音 远处乌蓬船还在悠悠荡荡 西湖的小松可数 一点都不怕人 滴溜溜的眼睛 澄澈无比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吊带裙 漫步于海边 任由海风把我的思绪吹散 日波西山 西阳的余晖斜照下来 海面闪着微波淋淋的光 时间推移 太阳渐渐下沉 西阳的最后一丝余晖也被吞没 满月升了起来 一片安静如荧物般的月光洒下来 这么舒心的日子 还缺个男人 一个人影踩着细沙从远处走过来 月光倾斜在他身上 苏和 怎么旅行都不喊我 让我在你家门口好等 话这么说 他的脸上 却找不到丝毫生气的痕迹 给我递来一瓶酒 这不是走到哪里 都被你找到了吗 我接过酒 打开了喝了一口 男人这不就来了 下半辈子的旅行 我都带上你 我会想让你走到哪里 这不 你好 奥 很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